亲爱的弟兄 我是志诚 在这集留言中 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 正文24章的第五节 你内的基督 这节一样很重要 而我也一样把它重新翻译了 我会分成上下两次来跟你研读 第一段他说 基督就在你之内 他和其宁静 因为在他之内没有任何二元对立 没有任何冲突 基督那只能就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灵性实相 那么他说 他只瞩目于自己所爱的生命 而且知彼如己 因此他会为自己之所见 欢欣不已 因他知道那生命与他 以及天父全是同一生命 这一重点是在一体性 那么他说 特殊性也同样会为自己所见之物 而雀跃 只不过 他喜欢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而已 所以 他说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他就会成为你心目中 那个喜乐的源头 那小我看到他自己 看到他所追求的东西 也很喜乐 只不过这个喜乐之中呢 夹杂了非常多的一些恐惧 非常多的一些追究 那么他说 你希望什么 他对你也会显得非常的真实 弄假成真 我们的心灵拥有非常强大的 这部分的能力 想必你也体验到了 那么下面第二段 他说 特殊性做出的每一个梦 都让你吃尽苦头 不论那个梦是以何种形式演出 不论它装扮得多么的动人 不论它多么慎重的 给你一些平安的希望 使你免受罪罚之苦 这些都完全的没有用处 这个形式可以差别很大 你可以是乞丐 也可以是帝王 不过自古以来的帝王 看起来好像都过得不太好 因为很多的所谓帝王 其实都有这些被迫害妄想症 原本没有的 可能当了皇帝之后也有 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帝 的确寿命是比较短一些的 这个危险性很大 而且如果他想要投保的话 可能不会有任何保险公司 愿意让他投保 所以会有这个被迫害妄想症 也是很自然的 应该不是只有祝元章才有 那他当然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你拥有的越多 你也越害怕失去这些东西 害怕别人会来夺取 你的这些特殊性 所以不管是帝王还是乞丐 其实那些个恐惧 还是深埋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形式不重要 好 那他说在梦里因果常常是颠倒的 梦者相信自己在梦中营造的一切 都是莫名其妙的发生在他身上的 倒因为果 就明明是自己投射的 却不承认 而且假装看不到 但他说他毫不明白 那是他自己东拉一根线 吸扯一块布 无中生有的去编织出来的一个图景 所以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创意 创造的创 然后记忆的意 就是我们的记忆 其实都是我们的心灵去编织出来的 这些个故事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去编织出来的 特别是那些受害的故事 定罪的故事 都是我们自己去编织出来的 这个在英文叫做cherry picking 砖检好的来说 就是说你只去找寻符合你的想法那些证据 那可能旁边还有堆积如山的反正呢 那但是反正你就叼过头去 什么也没看到 所以他说梦中的情节未必可以连贯 整个梦境也无法赋予某个片段任何意义 就是说你小心地去看你内在的一些信念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还有别人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 内在都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一些想法 然后跟这个世界也未必对得起来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从他自我的角度 对他的自我有利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会记得别人怎么加害于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讨回公道 那么我们比较不容易记得我们如何伤害到别人 好那下面第三段呢 他说除了宽恕之外 还有什么能够给你平安 你内的基督只会着眼于实相 不会看到任何有待宽恕的罪与罚 中间他说 他就是你的眼睛耳朵跟手脚 也就是说你是透过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他说他所见的情景 所听的声音是多么祥和 他握着弟兄的手和其美妙 他伴着弟兄同行和其慈爱 这都是告诉你说 你要用基督的眼光 圣灵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以及看待你的弟兄 好那下面第四段呢 他说一旦你任由自己的特殊性来为他指路 这个他就是指弟兄 那么你就会一样布上他的后尘 两个人都会陷于险境 闪烁又飘忽不定 有如鬼火一般的罪 在身手不见无止的丛令里面 企图把对方引致不知名的悬崖 你还以为这个定罪是一线光明 最后他是把你引到悬崖旁边 甚至一把将你推下去 那这或许就是佛法为什么用无名 无名就是没有亮光的意思 但是这个没有亮光当然是一个象征的含义 指的是我们内在看不见真理 因为在这个无名状态小五的底层 是那个叫做谋杀 是死亡 特殊性里面也是死亡 特殊性的底层也是死亡 是特殊性的死亡 所以双方都会互相想要把对方的特殊性给殲灭掉 最好打到让他没办法还手 所以他说除了毁灭的结局以外 他还可能把你领自合出 但是怎么样呢 他说不要以为他会先向弟兄下手 或者他会先恨弟兄 然后再来恨你 他乐于在你弟兄身上看见了罪的那双眼睛 也在你身上看见了同样的罪 就是我们不断强调的 你去定弟兄的罪 也会定到自己的罪 可是特殊性又是罪的反面啊 所以当你定自己的罪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伤害了自己的特殊性 这就是很矛盾 当然幻象的本质就是这样 这项矛盾 然后不管你往哪一个方向努力的去追求 总是没有办法真的抓到那个东西 抓不到的 好那下面第五端呢 他说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眼睛去看 没有耳朵去听 没有手去拿去 因为你所看到 你所听到这些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幻象 而且你还是跟着小我去看的 所以他说你应该 因为基督会借你 他的能力来满全你之所需 就是他会帮助你 然后透过他的双眼 重新的 以完全不同的眼光 重新的去看待这个世界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二十四章第五节的上半部分 那么更多学习材料 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公众号里面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 更深入的学习 然后把它更具体的运用到自己的身上 生活中 那欢迎参加我们的实体课 或者是网络课 感谢观看